大家好,我是温海老马 今天呢就是来到文灯这边出了一个70年产权的一个宗室别人 我给镜头给大家转过来,给大家拍拍,接着接着 我现在是在它的园区里面 它这面积108平的,140多平的,160多平的,到最大的200多平 全都有,户型还都是比较全的 院子80平到300平左右的,也都有 但是它的样本间没太装好 里边装了,外边都还没挂完呢 所以之前也没过来拍了 一会儿我带大家到样本间去给大家拍拍里边吧 现在走咱们到样本间去 大家好,我是温海老马 头条的粉丝大家好 我今天带大家到看的一个是温海文灯区市区里边的一个宗室 这个房子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感觉它是70年的 地暖天然气也都是齐全的 最大的优点,它是在市区里边 其他的这些都在车子的边等,这个是在市区里内的 我现在在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客厅里面 就是它的一个面关,八里面关的一个客厅 因为外边吧,它这个房子吧,外边都是没 都没做完,来给大家说说这个院子 它这个样本间都没做好 像前面咱们这个院子呢 它这个样本间我们做一个水器多多两层 它这个面具是127平 它有个后院,后院呢是20平左右 咱们是从这个,这个是从客厅出来的 这边呢这个,这个是真正的它的入户门 这个真正的入户门,衣门 就是往这边一走,这边是客厅 这边还带了一个带了一个鞋棍啊,袜衣服的衣 它这个房子呢就是跟我之前给大家拍的不行 几乎差不太多 但是这个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它是在市区里边的 生活各方面,医疗配套都是比较齐全方便 这北向的一个厨房,这边呢是一个餐厅 这一项呢就是去北向的小院 其实这个北向小院也就是给 利于大家这个,利于这个房子通风 采光和通风 而且它这个一层啊,这个一层 带了一个老人房,家里边的老人呢 就不用爬楼梯去到二楼了 而且去小院更方便,开个门直接就可以进小院了 这个房子呢,是三室,两厅三位的 这边是一楼带的卫生间,也是有窗的 二楼呢是以居住为主 二楼是以居住为主 二楼呢这个是 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哎,大家到上面来看一看 主卧是有卫生间,有冬天啊 来,一上来这个左手边是一个卫生间 我给大家照一下,这是个卫生间 这是南向的一个次货 这个次货呢前面是没有阳台的 它的一个阳台呢是在这个主卧,在主卧这边 他这个买了两个,这是没有用 现在都是买这些东西都没做啊 这边呢,主卧在那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非常非常好,做这个卫生间 非常非常好,是大的巨型帽子 主卧它前面这边还带了一个衣帽尖 这个衣帽尖,它做的挺大的 因为这挺够用啊 咱们出来,到这个前面前面的阳台 到前面这个阳台里,你得做点解消美人套 解消美人套 下面给大家照一下下面的院子 这个院子127平,前院是127平 后院呢是20平多,来接两边接的外边比较多 因为这个房子啊,它那个主体啊 就是这个样板间啊,外墙都没做好 只把里边的一些软包这些东西啊,都都都进来了 所以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了 介绍一个就是市区里边唯一一个 7人间产权,地乱,天然气都齐全的 呃,医疗,交通,购物,最便利的一个中式可样 啊,大家又想了解这个项目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谢谢大家,我是白海老马 嗯 嗯 嗯